泰国再次出现可疑事件 中国女子泰国游 饭菜出现不明药丸 又是一件太可怕事件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就有一名中国游客呢 分享了她的经历 泰国团餐发现药片的贴文 引起广大的讨论 事情的发展呢 大约就是啊 这名网友跟团去到泰国普吉岛游玩度假 度假的第三天呢 隔壁桌就发现啊 他们的菜里呢 有两片一大一小的白色药丸 当然当他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 他们就停止用餐 也马上找到了店内的服务员询问 之后呢 经理也有出来调解 他们的导游呢 也平静地指出 这两个药丸 感觉就像是止痛药跟感冒药而已 经过协商 对方答应呢 将这个药丸送去化院 不过呢 当时是遇到周末 最快呢 也要等到周一才可以知道结果 旅游公司也列出声明 上面写道 及时报警备案 要玩要拿去进一步化验 公司承诺客人在泰国期间 若引发身体不适 公司全程负责 当天的午餐会退款 每人两百泰铢 不过这样的协商结果呢 其实原po是不满意的 所以他也没有签下这个切结书 他们想等到化验结果出来之后 才签下这个切结书 最近的泰国呢 真的是太不安全了 加上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呢 很多网友对于泰国的安全性质疑 经过这篇文章呢 我想要提醒大家 不管你要去哪一个国家旅行 记得多加小心 安全到家 注意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